嗨,大家好,我是曾小伟 首先给大家拜个年咯 祝各位老师身体健康 同学们都事业有成,财源滚滚 我们各家的孩子都能着重地成长 我非常遗憾这次不能参加 大家毕业后20年的聚会 但是我相信一定非常难忘 一定热闹非凡 那么我就在这里用视频的形式 给大家简短的汇报一下 我这20年的经历 一中毕业之后 我读了在河南师范大学有4年的本科 之后到重庆读了硕士研究生 2000年的时候在北京科技大学开始工作 2004年辞职来到了美国 来美国之后当然又是先读书 两年左右我拿到了硕士学位 所以04年开始我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 目前我在这家公司任职财务总监一职 我居住在弗吉尼亚州 但是工作单位在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山附近 大概开车的话就是半个小时的车程 所以各位同学如果是到美国出差 或者居家旅游一定要联系我呀 另外一个方面我在美国生活这几年八九年的时间 是非常忙碌 安静 然后日子又是比较平淡的 不像国内的生活五彩斑斓 比较热闹 然后生活非常方便 比如说我在这里如果想吃家乡的小吃的话 小葱油大饼了 还有胡辣汤 还有炸油条 还有凉皮儿啊 都是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就做山寨版的咯 所以大家都非常有口福 今天晚上一定要好好享用啊 另外一个方便 我想也是我生活中或者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 我后面的墙壁了 是的 我已经是两个宝宝的妈妈 老大呢 已经七岁半了 非常懂事 爱读书 然后喜欢游泳 跳水 还有打网球 他的目标可是奥运会呀 老二 三岁半 目前只学了ballet 还没有表现出对其他方面的爱好 我在这里和其他中国妈妈比呢 不算是虎妈 可是在我的美国同事眼中我是一个绝对的虎妈 带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培养孩子各种各样的爱好 如果我有机会和大家见面的话 一定和大家交流一下 鱼儿经了 其他的话我想如果有机会同学们来的话注意 还有各位老师来这里旅游一定要和我联系呀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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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